备受瞩目的第24届苹果电脑全球开发商大会 今天展开为期一星期的议程 映如预期苹果没有推出新产品 但是新的作业系统和服务还是让开发商相当兴奋 万尔全报道 苹果执行长Tim Cook一开场就骄傲地说 这次的开发商大会 入场券是秒杀抢购 只花71秒 入场券就销售完毕 更让Cook自豪全球透过苹果App Store下载应用程式的次数 已经突破500亿次 一路预期苹果发布新的iOS操作系统 iOS 7完全抛弃了以前的风格 加入了3D的动态桌面 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画面 大家常用的拨号 天气 日历 简讯等应用的交互界面 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我觉得除了UI的变化的话 还有一些功能还是和以前不一样 比如说可能现在大家都喜欢拍照 那Foto的那个图片的整理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大家会蛮喜爱的 今晚苹果今天并没有推出新的产品 但是不少开发商认为还是有许多亮点 虽然没有新的产品 但是在多个终端之间的一些互动 还有包括它的多任务的一些支持 今天大会焦点集中在软件和新服务 除了iOS 7外 包括发表更新版的MacBook Air 电池可以持续一整天 全新改款的桌上型电脑Mac Pro 以及一款可更紧密着和iPhone与iPad的新版Mac作业系统 Maverix 至于音乐迷关心的iTunes Radio 是一种线上圈流音乐服务 可以打造自己的电台 虽然是免费但有广告 iOS 7今天只是向开发者发布 用户到秋季就可以下载 iOS 7将支持iPhone 4以上的设备 还有iPad 2以上的设备 和16台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 下集的到来 让不少民众的电费账单看涨 如何保持室内舒适的温度 还不让电费账单大涨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些建议